《公厨将军文艺录》 第六编 中央苏区的初期 第五章 国军第四次围剿 上 三分军事 七分政治 128日军进攻上海所爆发的中日战争 国民政府采取了妥协政策 在1932年5月和日本签订《淞沪协定》 上海中日战争因已和平解决 于是又积极进行第四次围剿苏区的准备 他们体察过去三次失败的教训 一 忽视了政治攻势 使苏区人民不为国军所用 二 苏区内及环绕苏区地带交通不便 国军深入后补给运输困难 影响禁脚军事不能持久 三 各路禁脚军的行动不能协同一致 被共军各个击破 四 中共虽缺乏重武器不能攻坚 但其攻击精神旺盛 利于野战 根据这几项见解 他们便定出了三分军事 七分政治的政略 即步步围营 碉堡进攻 分区清剿的战略 实行对全国各地苏区进行全面的进攻 这就是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第四次围剿的方略 其计划大略如下 假 政治部署 一 组织随军政治工作队 随禁脚军行动 赴宣传 情报 策反及组织乡村保甲四大任务 二 散发招降传单 劝告苏区的人民及红军自信 三 禁止屠杀苏区人民及焚烧乌宇 并策动人民协助国军对红军作战 四 进攻苏区的各主要据点 需建筑公路并随军事进展 继续申延 以利交通运输 五 对苏区实行严密封锁 以断绝红军的物资来源 以 军事部署 一 以何应亲为敏月干三省剿匪总司令 刘志 王军 何成郡分任前提总指挥 二 以广东陈济堂之第一军于汉谋部 第三军李阳靖部 由西南面进攻 先行巩固干州 信丰 安远 巡屋 五平各县 相连之县各据点 三 中央军由东北两面进攻 先行巩固福建之建宁 宁化 清流 连城各县 相连之县各据点 及江西之黎川 南城 宜黄 永峰 吉安 泰河 万安各县 相连之县各据点 四 以魏力皇为厄域晚区剿匪总司令 五 以徐源泉为洪湖区剿匪总司令 这份最机密的作战部署命令 是由南京军事委员会用无线电所发出的 这最机密的作战计划 同样由红军总司令部侦察电台窃取了一份 经过红军中精明的密码专家迅速的争议 全部机密便完全被红军获悉了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自获得国军第四次进攻苏区的计划后 7月下旬 在瑞金总司令部召开军事会议 讨论反围剿战略问题 当时 红旗军正在新国训练补充 我已距瑞金太远 没有出席 三军团只有彭德怀一人参加会议 会议结束后 彭德怀带回会议议案 并将会议经过情形转达我们 据说 朱德在会议上做了军事报告 他的报告分两部分 一 关于红军组织 由今年1月至今扩大了一倍以上 现在除以补充了原有的第一 三 五等三个军团外 并另以编程及充实了的红军 既有第三 第八 第22等军及独立第九师 中央警卫团等 二 关于国军此次进攻中央苏区的兵力 共约40师 分九路向我中央苏区及附近之湘干 敏浙干 厄干等苏区进攻 从表面数字看来 是相当强大的兵力 但根据他的判断 一 南面 一路于汉谋 三路李扬靖 是广东军 广东陈济堂现在正与贵系联合 准备返奖 这两路军仅是采取防堵政策 并不会深入苏区进攻 二 第四路蔡廷凯 是128上海抗日作战的主力 此次调来福建 小匪非其所愿意的 这一路军亦不会积极向苏区进攻 三 其余的第六 七 九 三路军 多次遭我红军打败 官兵皆有惧怕红军的心理 战斗意志薄弱 不堪一击 只有第二路陈城的七个师及第八路赵关涛的六个师及一个独立旅 为这次进攻的主力 至于第五路白虫洗 亦属防堵性质 不需顾虑 根据上述的敌情判断 我军应集中兵力对抗北面敌人 并应趁其向苏区分进时把握野战时机 主动出击 各个消灭之 并能粉碎敌人四次围剿等于 各出席会议的领导同志 初时听说国军动员40师以上的兵力向苏区进脚 都有恐慌及紧张的心情 后来听了朱德的报告和分析敌情后 个人的忧虑便如烟消云散 表露出轻松的神情了 武修全将朱德的报告翻译给李德后 李德立即告诉武修全 我们的战略是主动出击 大家听了这四个字便一致通过红军第四次反围剿的战略 主动出击 当时大家还在哈哈大笑 我听了彭德怀传达会议情形后便认为红军主动出击 以打破国军步步为营碉堡进攻的战略是对的 但对抗国军的政治进攻没有提及应采取的对策 同时 我觉得我们红军的兵力与北面国军兵力相比 仍处于绝对劣势的地位 而且我无攻坚武器 攻打碉堡不易 必须把握敌军运动中的时机 集中优势的兵力于运动战中歼灭之 我曾将这一个意见写了一封信给向英 并要她警惕军政同志切勿交代 否则狠意招致失败 她不久便付了我的信 对我的建议表示十分同意 并要求我以后凡有所见即通知她 以便注意等于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